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分数的不同的意义呢 因为一个意义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 有它的一个限制性 那到底有什么样的限制性呢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重点 那么各阶段到底需要学习不同的分数的哪些不同的意义 那我想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看 首先呢在谈这个分数的意义之前呢 我想老师们来思考一下 这两个活动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难度 或者是它分别呈现在不同的阶段吗 两块披萨评分给七个人 每一个人可以分得几块 好 请你列出算式 并用分数来表示答案 好 这是一个 那么右边呢 就是一个大饼评分成八等份 其中的一份是多少个大饼 好 那么在这里头 我想这个是我们90万课程 这个教科书里面的教材 那或许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90万课程跟过去64年版用的课程 在分数的教材 在这个提问的方式做了很大的不同 第一个是 每一个人可以分得几块 或是一个人分到几块 我们都用量词来描述 在之前的64年版 大部分的这个教材都说 一个大饼评分成八分 其中的一份是占的全部的多少 用占的全部的多少 那为什么我们的90万课程的教材 要做这样的一个区隔呢 最主要就是 如果我们看了刚刚的错误类型 学生它困难的地方是 到底你现在要的全部是一条 还是所有 所以这个就很难去掌握 但是一旦我们用这个量词来描述的时候 不管你用的是几个披萨 可是我现在要问的是 你分到几块 所以我现在你 不管你这个怎么 总共 总量是多少 但是我的单位量 还是几块为一个基准单位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为什么我们的教材 要用这样的一个量词来描述 第二要很清楚的 它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 现在我要的一个单位量是一个大饼 我这边要的一个单位量就是一个披萨 而不是两个当全部 好 那各位您是不是可以回答 这两个问题 哪一个是比较简单 也就是说教材是先学右边还是先学左边 好 那我想这里头 虽然这里头你看到的字都是平分 这边也是平分 只是数字上的不同 好像似乎这个数字是比较复杂一点 好 我们可以同意说左边是比较困难 那当然你还有其他的线索 可以看出到底右边比较简单 还是左边比较简单 好 那我想这里头我们来看 这是某一个版本的第11侧 也就是第三阶段所学习的 就是六年级上学期所学习的教材 那这个的话是二年级下学期所学习的一个教材 他的教学目标是在连续量的情境中认识单位分量 左边的这个是两数相处的结果 好 那在这里头我想自己的字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连续量 我想这个连续量就是因为这里的整体就是一个大饼 这个大饼是一个整体的 那这个连续量就是这个量是没有办法 就是它必须透过测量工具才能够测量出来的量 也就是说当我要去比较这个大饼 每一等份是不是一样大的时候 其实我是在比较它的面积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连续量 好 那相对的就会有离散量 离散量的等一下我们还会有例子 我待会会再提这个什么叫做离散量 好 那这里头我们就看到一个是二年级下学期所学的教材 一个是在六年级上学期所学习的教材 可能各位会觉得说这两个会差那么多吗 真的是现场老师们非常的讶异 因为我们前面办了几场的研习 很多老师都会觉得说这两有的老师会觉得左边比较简单 右边会比较困难 那事实上呢 左边比较困难的是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右边是整体的一 整体刚好就是所谓的单位量一整个 可是右边的全部呢 是有两个两块的披萨 可是它的单位量是一 以一块披萨当一个单位量 对 好 所以这里头当学生 他知道说我去评分的时候 这个是七分之一 这个也是七分之一 两个合起来是七分之二 可是呢这里头小孩子如何得知七分之二 如果之前孩子所学的那个整体的部分整体的关系是 全部八等份中的两等份就是七分之二 八等份中的两等份就是八分之二 八等份中的一等份就是八分之一 这个是部分整体 可是这边如果孩子他看到是全部有14个 14个中的两个 那可能孩子就回答成14分之二 所以这个是本身来讲 他的复杂度比较高 好 那么这个里头要怎么样可以避免 哦 他是 哦 七 就是避免去回答14分之二 而不是 呃 避免去回答14分之二 那我想这里头我们等一下还会继续谈 这个怎么样 那用什么样的策略可以去避免14分之二 哦 因为正确的答案是七分之二 那这里头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分数里面的另外一个意义 就是分数代表两数相处的结果 那这个是在第十一测里面 就是六年级里头要去学习的分数的另外一个意义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下面这两个 好 15克巧克力装成一盒 第一天吃了15分之四盒 第二天吃了15分之五盒 两天共吃了几盒 好 一箱柳丁有一百个 哥哥拿走了15分之15箱 弟弟拿走了十分之三箱 两个人共拿走了多少箱的柳丁 好 各位老师 你可以区分这两个题目 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或者是说 哪一个比较简单 哪一个比较困难 好 那这里头我想 有一些老师会认为左边比较简单 有些会认为右边比较简单 这个是我们给现场老师们讨论 结果这两个答案都有可能 好 那我想在这里头 这边这两个的 其中的一个区别是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出来 左边的是15克巧克力装成一盒 第一天吃了15分之四盒 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谓的 内容物为单一个物的 那右边的话 一箱柳丁有一百个 哥哥拿走了十分之十五箱 这个十一百个 因为十分之一箱 就是十个 所以这个就是内容物为多个个物 这个是内容物为单一个物 因为15分之四盒 刚好就是四颗 那这个单一个物 我想各位老师的同意 它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的单位 分子是多少 就等于它的内容物是多少 好 这是一个第一个区别 那么第二个区别呢 我想各位老师也可以看得到 左边这个是在进行所谓的 同分母真分数的相加 右边的话是在进行所谓的 同分母甲分数的相加 那这里头因为你也可以从这里头来判断 所以右边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它应该是比较慢学习的 那有的老师呢 会说看到这个问题 会说我为什么一定要出现这一箱柳丁有100个 那么就直接哥哥拿走了 就是说有一箱柳丁 哥哥拿走了十分之十五箱 弟弟拿走了十分之十三箱 两个人共拿走了多少箱 在现场老师有些就直接教孩子运算的规则 十分之十三加十分之十五 就是同分母分数 如果两个分数的分母相同的时候 你相加直接分子相加 那就教孩子不要看前面这句话 那么如果你是这样的老师 我想请问 为什么孩子要听你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为什么分母不相加 为什么只有加分子 因为分数的规则实在是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怎么 为什么他要心服你 只加分母 只加分子不加分母呢 那我想这个就是 我想内容物的多个购物呢 就是在帮助孩子去操作 帮助孩子 比如说像十五颗的巧克力装成一盒 第一天吃了十五分之四盒 十五分之四盒孩子可以画图 他出来就是四颗 第一天吃了四颗 第二天也吃了五颗 所以两天合起来是九颗 九颗就是十五颗中的九颗 那就是十五分之九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请小孩子去观察 你的十五分之九 跟十五分之四跟十五分之五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让孩子做了几个问题以后 让他去察觉到 这个他的一个类 他的一个pattern 就是他的一个规律性 就看到说 哦当我两个分母相同的时候 其实刚好就是他两个分子相加 我想这个就是说内容物为多 这个内容物 这个量子放在这里 我想他的主要角色是 要帮助孩子去了解 他这个算值 要抽离到算值背后的意义 或者是当孩子还没有再进行 没有办法去进行这种 抽象符号的运势的时候 他可以透过这个来操作 哦我想这个是多给孩子一个 具体操作的一个机会 好那右边的这个题目呢 这个很有趣 呃这个是在演习的时候 我从现场里面的老师学到的 他说这个题目是不合理的 他说只有一箱柳丁 怎么去拿出十分之十五箱呢 我最多也只有一箱啊 所以这个题目好像跟生活情境不合理的 那我想这个是呃老师的呃演力很好 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题目 他跟生活的这种呃经验好像哦不合理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老师你就可以去主动去修改课本上的问题 你可以说妈妈买了一些柳丁或是买了几箱的柳丁 两箱的柳丁 那么有一百个 哥哥拿走了十分之十五箱 我想这样的话就可以解决 刚刚老师们所提出来的困惑说 这个最多只有一箱 所以我想这个是很不错的 可以去批判课本上面的问题的合理性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 这是某一个版本的三下的课程 那么它的教学目标 就是要解决内容物为单一个物的 同分母的分数的合成分解 那么右边的话是内容物为多个个物的 同分母分数的合成分解 那我想这个都是在这个版本的教学 指引里头所提到的 那么这个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 内容物为单一个物跟多个个物 这个是在分数的教材里面 或者是我们课程纲要里面 有做这样的一个区隔 那我想这个是 我们的这个901万课程的纲要内容 在第一阶段孩子所学习的 都是属于内容物为单一个物的 当有一些版本 它是在三年级下学期的时候 有提前让孩子去经验 内容物为多个个物 不过通常都是从四年级上学期才开始学习 内容物为多个个物 那我想这个多个个物 它的复杂度是比较高 如果以我们刚刚看小朋友在解决那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一包巧克力有18颗 小微吃了九分之四包 那个问题 那个就是内容物为多个个物 那么孩子的错误的类型就会更多 因为他的题目本身的复杂度比较高 好 那这里头我们看一下 一包巧克力有六颗 小玉吃了六分之二包 小金吃了六分之三包 两人一共吃了多少包 那我想这里头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题目是在检验孩子 内容物为单一个物的 增分数的合成 或者是说增分数的加法的问题 结果我们看到学生的 虽然可以列出加法的算式 那么他也可以把它表称六分之二 这是小玉吃了六分之二 那么这是小金吃了六分之三 好 所以答案他写出十二分之五 如果你的教学现场是 没有去让孩子掌握 到底你现在的单位量是什么 那么这个时候小孩子很容易造成 分母跟分母相加 分子跟分子相加 因为他思考的也是很合理 他认为说这个全部有十二颗 一包一共有十二颗 十二颗中的五颗 这跟他的学习的旧经验是契合的 可是这里的困难是他比较困难 没有去掌握到我现在要的是一包 以一包为一个单位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说 我们六四年版跟九年一贯课程 对于那个提问的方式 教学现场老师可能有些没有去注意到 那个提问 如果你问的吃的全部的多少 这个时候孩子看到的全部 是这整个全部十二颗 好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很典型的 同分母分数的加法的问题 的一个错误类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典型的